讲一下,第一个就是,我们如果要产生一个年历嘛,那我们做了几个动作,第一个就是说,先产生这一个年历的第一天,第一天之后呢,之后的部分就是先产生二月以后到十二月的头,那这里我们用一个函数叫什么,叫e-day,有没有,然后e-day呢,它会跟我们要两个参数,一个参数是你的start date,就是一月份, 第二个是相差几个月,那利用这样的方式呢,我们就产生二月,然后向右填满之后,它会,因为会变成什么呢,相差两,相差,跟这个相差也是一个月,可是是跟隔壁相差一个月,然后一直往右边拖拉之后,就是都是每个月的第一天了,所以如果你要求每个月的第一天的话,就用第一个部分来做,那有了每个月的第一天之后, 我们要产生底下的每个日期的话,那当然我们分阶段来做,第一个就是先产生什么A2加1,就是上面的日期加一天嘛,那再来就是说呢,因为向下填满之后,再向右填满会发生什么,就是说下面的这个日期会有三月份,也就是说呢,如果月份不相同的话,那我们怎么样,把它清除掉嘛,不显示, 但是呢,如果你用了这个Mans比较之后呢,会有错误,Error讯息出来,所以呢,我们怎么样呢,要把这个Error讯息把它清掉,所以底下的部分的话呢,我们最后做出来的这一串,各位可以看到,实际上就是,先判断Mans,然后呢,再把它剪下,剪下来之后贴回去就可以,那判断它有没有Error, 如果有Error的话,可以控制算,反之的话呢,就是这个Mans的这个逻辑,逻辑的判断,那最后按确定之后的话,那我们向向,向右,整个就可以整个完成,就不会有那个错误讯息发生了,那你会发现二月份,它自动会把三月份的去掉,然后呢,底下的部分,如果有Value错误的话,也会去掉,那向右填满之后,就这个年利就完成,那最后呢, 然后的话呢,我们如果说要六日,如果礼拜六,礼拜天,要把它格式化,那特别注意,就是第一个先把这个范围先选取,A2一直选到,这个L32,L32这个范围,有没有,然后再到哪里呢,常用里面的设定格式化条件,应该还记得吧,那我没有新增规则了,那这边因为已经做过了,我用管理规则,里面的话呢,就是可以看一下, 如果礼拜六的话,那这边有公司,就是这个